他的徒孫就是楊晴寶,而這位董英傑師傅就是楊晴寶的徒弟,而吳家泰極就以吳傳佑師傅為宗師,他的兒子就是吳鑑宣,一陣子雷台比武的吳公義就是吳鑑宣師傅的公子 座慶的節目全部表現不了,一場緊張刺激的拳賽立刻會開始,現在太極派的吳公義師傅登場,接著就是法學派的陳克夫師傅也要相繼登場 陳師傅的打扮就好像西洋拳一樣,剛才胡師傅的打扮就叫強生,這兩位正所謂一中一西的裝束,真是雙影成緒了 就好像中國功夫對西洋拳一樣,吳師傅一上來就脫衣比武了,何賢先生說不用擔心,坐下來休息一會 關於這次的比賽,吳師傅和陳師傅其實毫無私人的恩怨存在,他們這次的比武是為了香港食氣味大火災民,籌無嫌患 但是高手過招,拳腳無盡,所以就要簽罵了生死狀,任何一方面不幸相亡都沒得追究 吳師傅說這要塗眼,所以大會將圍繩的白布脫下來 一會兒的比武的時候,我們會用三個不同的角度去拍攝,讓各位能夠精彩地慢慢欣賞 比賽正式開始了,現在是第一個回合,我們先用第一個角度來給大家看看 陳師傅和吳師傅兩位嚴陣以待,先探探地方虛實 一開始吳師傅先下手為強,用太極的圈紋頭打出第一拳,可以打中陳師傅 這拳就厲害了,陳師傅將吳師傅打出一整圈之外,幸好他翻身翻得快 陳師傅叫大家先停一停,雙方站好陣腳,再次離開 陳師傅和吳師傅打出一整圈之外,現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看看吳師傅如何打中陳師傅那一拳 陳師傅是如何把吳師傅剛剛打到陳師傅那一拳 陳師傅是如何把吳師傅剛剛打到陳師傅那一拳 陳師傅,這就是第三個角度,因為有慢鏡,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一開始,立即是白鴻的村團猛烈向對方進攻,而這個太極的撇身圖也是極力打解對方的中路猛烈攻勢 大家留意,現在太極的前鋒手左手,有一推前,然後盾左馬,有一撲前 剛剛這個時候,陳歐夫的師傅是左勾拳剛剛勾下去,勾勁連宮治師傅的頭那裏出了一整圈之外 幸好吳師傅反應得快,回身立刻擋住對方攻勢 那麼宮治傅也都叫暫定了,因為要對方,雙方站定了腎腳才再來比賽 這個時候看到陳歐夫好像抹下鼻子一樣,不然有血流 突然立刻展開,雙方猛力地對打 好,第一個回合已經打完了,在這個回合裏面 正所謂在萬人觸目之下,這兩位武術名家是絕無欺場的 他兩個人一上場一,立刻展開一場是極烈的打鬥 這兩位師傅的慈善精神,和他們將中國武術當大的實際行動 的確是值得武術界學習的 現在是第二回合了,看看雙方又用甚麼招數了 雙方都是首先探討虛實 這兩位師傅,一拳打中陳師傅,一拳打中陳師傅 然後立刻展開猛力地反攻 其實剛才那招打得很硬 現在是吳師傅,一拳打中陳師傅,一拳打中陳師傅 讓他的手受痛,出拳的時候沒那麼大力 這次是吳師傅,一拳打中陳師傅,一拳打中陳師傅 第二角去看看一下,這下吳師傅一下牽陽手拖陳師傅 一拳打中陳師傅,一拳打中陳師傅 我們看到吳師傅用太極的前鋒手,即是左手,是迫著陳師傅進攻 為他撲牌,他就用左直拳衝出,令陳師傅不太近近,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陳師傅的拳法這麼迅速 一打完拳的時候 對吳師傅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好了 這個是第三個角度 亦都是第二個回合 大家更清楚看到 吳師傅可能年紀較大了 他要跌省自己的體力 所以用以日代勞的戰術 起不動就我不動 我們看看他很少動動自己的步伐 只是虎視眈眈 守住陳師傅的一舉一動 一有機會就進攻 而陳師傅這方面是體力健忘 約八靈活 所以他們四周遊鬥 希望一找到對方的破綻 就等待機會立刻的觸擊 陳師傅起腳 吳師傅又起腳嗎? 沒錯 張方也起腳 可能會違反大會的規則 不知裁判團怎麼判了 好了 經過裁判團互相交換意見之後 大會終於判決了 這次的判決就是 雙方不勝、不敗、不和 老外衛那些真是大失所望 因為沒有結果 這次的比賽 雖然時間是很短的 但是將中國的武術 用在慈善籌款上面 不單止令到陳樂夫、吳公義這兩位師傅 得到慈善團亡的美譽 同時亦都在武林歷史上 寫下光彩的一頁 別忘了、戴下光彩的目標 我怕你沒想到這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